也要请你做好防台准备了 因为今年第14号台风天平 在今天上午增强为中度台风 而它移动的路径受到高压影响 是持续的往南修正 气象局预估不排除 会在花莲或台东登陆 预估明天白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中台天平还没来 后头又有一个青台布拉湾 布拉湾在下午两点 从低气压增强为轻度台风 距离台湾2000多公里 虽然路径还有变化可能 但目前是朝着台湾而来 天平受高压影响 路径往南修 静明两天往北走之后再西转 周三到周五最接近台湾 全台都要掩防风雨 紧接载后的布拉湾 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 向北北溪前进 路径要到周五才会明朗 对台湾影响最距可能落在周末 不过天平直铺台湾 民众还是要密切注意 那气象局很有可能在明天白天 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那我们特别提醒琉球海面 巴士海峡 台湾东半部海域 这些航行级作业的船只 一定要特别注意 它的后续动态 双台成型 天平结构也越趋完整 星期三到周末 可能都不会有好天气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